漢光石兵操演將在二十四號到二十八號登場 北部包括巴黎 挖子灣淡水河口 阪急科技 桃園國際機場 反空降等安全防護科目 都在今天進行預演 而東部只有F16戰機 低空衝場 飛越臺東豐年機場 AV拐兩機突擊車現身在巴黎北堤沙灘 可以看到在台南邊有許多的阻絕攻勢 像是壕溝 蛇龍還有布雷區 為的就是要阻止敵軍上岸 國軍漢光三十九號石兵操演 七月二十四號到二十八號登場 其中新北巴黎海灘 臺北港跟淡水河口是防衛鐵三角 也是首都衛戍區重要戰略位置 十號在臺北港跟巴黎挖子尾灘案 舉行躲港封控跟反擊作戰預演 而這一次周邊戰場經營措施規模擴大 像是壕溝陣地 就是延遲敵人前進的重要攻勢 巴黎沙灘的這條壕溝 深度有兩米深 綿延上百公尺 是近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F16戰機低空衝場 飛越台東豐年機場 不少軍事迷守在圍牆外 為的就是捕捉戰機英姿 而到了漢光演習當天 F16將會落地 並且緊急裝盪後起飛 OH-58D戰艘直升機從上空掠過 陸軍特戰部隊擔任攻擊軍 模擬進攻桃園煉油廠 廠區門口則築起防禦攻勢 由桃園縣兵隊 市警局 桃園市後備旅擔任防衛軍 組成多重防護火線來對抗攻擊 而在桃園機場則進行反空降科目預演 都是為了漢光石兵操演在暖身 記者綜合報導